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华姨 你应该清楚 人院身上的官衣落痕 关系着多少一时的性命 多少人为了保护这个官衣 不需牺牲性命落入狗贼的手里 风尘双侠 十三铁骑 和他们比起来 我这点委屈 又算得到什么 可是你受委屈也得受得值得呀 那些男人他们想些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只要女人一到手 这些男人 是连看都不会再多看一眼的 那你还看不出来吗 那个姓潘的巡抚 他只是想玩弄你 你只要答应了他之后 他还是一样会派兵 把咱们罪月楼给铲平的 这我心里 你谁都清楚 那你甘心就这么白白牺牲了 东晴 你听我的 跟着我 带着大伙逃吧 潘如真已经派兵 把罪月楼团团围住 要想离开这儿 比登天还难 如果真的要走 我必须留在这里 缠住他 尽量拖延时间 到时候 你一定要带着大家 安全地离开这儿 那这样 那我就硬闯 你的武功好 是可以应传 可其他人怎么办 盈盈艳艳武功平平 马上飞得轻功 时灵时不灵 万一遇上了什么事 你一个人顾得了他们吗 我 尤其是仁月 他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你要将他 平平安安地送到辽洞 叫到原将军手中 否则的话 那么多义士们的牺牲 就全白废了 就连朝廷里的忠良之事 也将遭到魏忠贤的残害 可是 华姨 你以前不是教过我 做任何事 都应该先为大局着想吧 我以前干嘛这么多话 还教你这个 只要我尽量拖延时间 你们就会有更充裕的时间 离开罪月楼 刚才我已经让月星川带着仁月 从密道先走了 阴阴艳艳 我也让他们赶紧离开 希望他们能够 真的平安无事 可是现在 现在我最担心的 就是你呀 明天就会惯会 你呀 我们不要 你老婆 就没办法 我不是 你肯定 我弟 你不肯定 我贯啊 我也是 你肯定 我不是 你肯定 我不是 你肯定 你肯定 我我肯定 你肯定 我们一定买好多好酒好菜 晚上好好陪陪官爷 谢谢 小啰嗦 大人已经吩咐 不论任何理由不准踏出最夜楼半步 回去 潘若震 你这狗子 我就是拼了命 也要和你同归于尽 你的喜日 一定会是你的忌日 为什么找我 因为你和我一样 都想 取一个人的性命 你指的是谁 岳心传 你想杀他 是因为 因为 他是原将军 手下的十三铁机 我要他的命 是因为 是因为 他是 他是害死我兄弟们的 他 叛徒 只可恨 我是种 我 我是种 巨头 没办法 只好 只好 只好求你了 杀了他 出尽了十三铁机 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你不必求我 可是 是 岳心传 他手上 有罗沙镖 不好对付 当年 我也是因为这个 罗沙镖 才能 从你手下 死里 脑上 这个罗沙镖 交给你 拿去 对付 岳心传 拜托你了 走了 石破天 你的确不再是以前那个石破天了 虽然你我立场不同 但是叶某敬重你是条铁骨正正的汉子 大人 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伺候得不周到 用不着你在这儿 伺候本府喝酒 去把杨东勤给我交来 大人 您喝点酒消消气 走 燕燕 肯定是你伺候的不好得罪咱们大人了 还不赶紧出去 是 花姨 哟哟哟哟 我说大人啊 您今天都是要当新郎官的人了 干嘛还这么大火气啊 哼 说得好听 新郎官 你有见过像我这样的新郎官 一个人坐在空房里面等着新娘的吗 哼 火气能不大吗 瞧你 把自己说得那么委屈 要不 我陪您先喝一杯 您先压压火 他人要是不来 光喝酒这火我压不下去 你去告诉杨东勤 别给脸不要脸 不识抬举 这其实也不能全怪我们家东勤啊 人家大姑娘家同一回出阁 心里难免会害怕吗 害怕 她 她是朝廷侵犯的女儿 本府为了她都不怕耽误了公务 她害怕 她能够从了本府 那是她前辈子修来的福分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是今天不管怎么说 也是我们家东勤的大喜之日嘛 您就多给她点时间 让她好好打扮打扮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女孩子家头一回嘛 谁不希望自己做一个最漂亮的新娘呢 再说了 你都没有给她准备凤冠侠批 已经够委屈我们家东勤了 难不成您还想要 谢谢谢谢 你啰嗦够了没有 你别以为本府不知道 你们打的是什么算盘 花爷 我郑重地告诉你 你去转告杨东勤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再等她一个时辰 她若再不出来 本府可就要杀人了 到时候杀的是你 还是那个什么姓顾的小孩 那我可就不一定了 哎哟大人 您这又是何苦呢 这东勤她都已经答应您了 那就让她赶紧来 我告诉你啊 要真等本府动了刀子 这事就没商量了 是是是是 我一定转告她 可是有件事 都到这个份上了 我就不得不告诉大人您了 其实 我们家东勤 以前有过婚配 你又在骗本府 这回是真的 而且 东勤这未婚夫婿 也是个当官的 大人你也许认识 是谁啊 就是神机营的千户大人 叶红颖 叶红颖 看您的样子 是不是不想得罪她呀 太好玩了嘛 叶红颖和杨东勤有过婚约 这事太好玩了 大人 您说太好玩了 是不是 想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愿意放过东勤了 华姨 我要老实地告诉你 叶红颖这个人 我真是狠之入骨 她和杨东勤有过婚约 那杨东勤今儿晚上 一定得跟我成亲了 我当想看看叶红颖知道我和她的没过门的妻子入了洞房 会是什么反应 糟了 本来想拿叶红颖吓唬她 让她知难而退 没想到 却反而弄脚成猪 别闹了小少爷 老太爷 这醉一楼看来是出不去了 你说这狗屁壮实抛哪儿去了 这得红颜马月才能找到袁大将军啊 老太爷 您可看见了吗 我可真是尽力了 我尽全力了 我一直保护小少爷 你可千万别变成利鬼来找我 这半夜遭过老梦见你 老太爷 老太爷保佑 现在能不能见到袁将军 我一点也不担心 我最担心的是姐姐和花姨 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这一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找找厨房还有没有什么吃的 哎 花姨 你们怎么还坐在这里发呆啊 什么叫怎么坐这发呆啊 发呆不需要道理 无聊打发时间呗 我们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刚才盈盈和叶炎告诉我 到处都有官兵守着 不准任何人离开最月楼 那我不是已经让月壮士送你们离开了吗 对呀 可是你的房间门口也有官兵守着 不准任何人进去 难道官兵知道了 密道的通口在我的房间 来 那月壮士呢 还听那狗屁壮士呢 什么状势 早没人影了 不见人影了 不 他不会是一直到我们罪月楼处境危险 他就开溜了吧 花姨 你老说危险危险 可是我没觉得有什么危险啊 你不是说罪月楼到处都有官兵守着吗 可他们没对我们怎么样啊 你懂什么呀 那些官兵还没有对付我们 并不代表我们就是安全的 要不是东晴答应和那姓潘的狗贼洞房 故意拖延时间 只怕我们罪月楼上上下下 早就死光了 等等等等 你刚才说东晴姑娘跟那个狗贼要进洞房了 是啊 无意想到东晴为了救大火 宁可委屈他自己我这心里就难受啊 花姨 马上飞 你们干嘛那么紧张啊 你们刚才说什么 姐姐答应洞房 那个洞房是什么意思啊 这 小少爷 不带你这样的啊 你读了那么多年书 哪儿都不知道洞 洞房是什么意思啊 我真的不懂 你就告诉我吧 那 那个师娘 这方面你经验比较多 你给教教孩子 什么呀 什么我经验多 你哪这样你看见我经验丰富了 花姨 你别对马上飞发那么大火了 他呀 可能也不知道洞房是什么意思 你快告诉我吧 洞房到底什么意思啊 洞房就是 这事怎么交啊 反正就是那个东秦答应给那个姓潘的狗子做妻子 对 什么 我姐姐答应嫁给那个大坏蛋 那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我劝了 可是他为了救大伙 尤其是救你 他宁愿牺牲他自己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不能让姐姐嫁给那个大坏蛋 我绝不让姐姐给那个大坏蛋当妻子 不愿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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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上我送给你的镯子 你就是我的妻子了 好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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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 姐姐 我不让你嫁给那个大坏蛋我不让 仁愿 你在说什么呢 华姨和马上飞都告诉我了 姐姐为了救我要嫁给那个大坏蛋 我不让 仁愿 听姐姐话 我不听不听 我不要你救我姐姐 你放开姐姐 放开 我不让 你放开 别再缠住我了 姐姐 你说我最疼我了 可是你现在要嫁给那个大坏蛋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不许再哭 是 你不听话又哀吵 姐姐讨厌你 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弟弟 再也不对你好了 姐姐 我不相信你的话 你别不要我好不好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姐姐 你就记住姐姐说的话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许哭 像个男子汉一样 学会懂事 别再让姐姐为你担心 那姐姐我不哭了 我乖乖的听姐姐话 可我不想让姐姐为我担心 潘汝珍这个狗贼 我非杀了的不可 过来 够站住 你做事再这么冒冒事事 没有一点分寸的话 那东晴的牺牲不都白费了 可是我不能看着火坑 让东晴姑娘去跳啊 够了 东晴她已经够委屈的了 你还说这些无尽于事的话 干什么呀 任玥 你记住 你屁股上的观音落粉 关系着很多人的心理安全 如果它落在了换人的手里 那天下的老百姓 就再也没有太平的日子了 所以你一定要完成你爷爷的遗愿 把它安全地交给元大将军 明白吗 我明白 可是姐姐 记住我说的话 华爷 阿少妃 你们赶紧想办法 把人员带走 好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好 来 我不走 走走走走 快走 我不走 姐姐 你走了 姐姐 我不要姐姐嫁给大坏蛋 我不要 行了行了 我的小祖宗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别哭别闹了 我不要姐姐嫁给大坏蛋 我必须别闹 小小小少爷 哭 哭累了 喝口水 你干什么 我不要 小少爷别这样好不好 那你得答应我让姐姐不嫁人 要不然我就一直哭 你看你 东秦姑娘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决定的事谁说也没有用 你这不难为我吗 那是你没用 不是马尚飞没用 连我都说不动东秦了 更别提马尚飞了 要是英雄哥哥在就好了 如果英雄哥哥在的话 他肯定会帮我的 对呀 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对对对 什么对呀 想什么想啊 那个鸟人和我们是仇人 他能帮我们这种忙吗 这可说不定啊 人家东秦告诉过我 他跟那鸟人有过婚约的 真的 那以后应该叫英雄哥哥姐夫 还是应该叫姐姐英雄嫂子 这八字没一瓶的事 你个小破孩跟着瞎激动什么呀 又你什么事啊 他们两个真有过婚约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人家的事 关你什么事 你们想想 哪个男人他不爱面子啊 我就不爱面子 你不是男人 要是叶红颖知道 他未过门的妻子 就要让人给霸占了 那 他怎么能厌得下这种气呢 我明白了 花姨是想借英雄哥哥 要来对付那个大坏蛋 不让那个大坏蛋跟姐姐成亲 对吧 聪明 什么聪明 简直就是笨 他们都是官府的人 这种闲事他们能管吗 什么叫闲事 这可是大事 而且那个潘汝珍他告诉我 他跟叶红颖的关系 是水火不容 要是叶红颖知道 要搬上他为过门妻子的人 就是潘汝珍的话 那他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太好了 那姐姐就不用嫁给那个大坏蛋了 瞎过去什么呀 没一片的事了 再说那个鸟人 叶红颖在哪儿咱们都不知道 咱们是不知道叶红颖人在哪里 但是有一个人 他也许会知道 谁啊 你娘子 进来进来 这儿这儿 相公 相公 说正事 你快告诉我们 英雄哥哥在哪儿 英雄哥哥 哪个英雄哥哥 我又不认识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 就是你之前说的 很可能被你爹扶走的那个人 哈 你怎么说呀 我施工吧 管他是施工还是施婆 你怎么告诉我 哪里可以找到你爹 那你们到底是要找我爹呢 还是要找我施工啊 你们找我爹干嘛呀 再说了 你们不是说了吗 我爹他是个废物 找着他也没用啊 就算你们找着他了 他跟你们说了 可说的不一定就是你们想要听的呀 就算是你们想要听的 可不一定那就是事实啊 就算那是事实 是不是说的你们能信吗 就算你们相信吧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老盛飞 老盛飞 别急 你快告诉我们 你爹到底在哪儿 我爹 他没钱上这儿鬼换 肯定在家呢 你家在哪儿 湘狗 哎呀 哎呀 湘狗 你要上我家提亲啊 哎呀哎呀 用力用力 我想我想我想 哎呀 哎呀 你们不要那么多废话了 等会告诉我 去你家了怎么走 湘狗 去我们家的路 你别忘了啊 出门往南 三个路口 然后左转 你会看到一个招牌 上面写着黑风堂 那就是我家了 湘狗 如果你要去我家的话 你别忘了带上彩礼 我爹他最喜欢这个了 黑风堂 快走 湘狗 湘狗 我怎么都不了了 哎 对吧 动不了了 再给你个打点擋 你看啊 又不懂了 太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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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相公 相公 你别不管我呀 你娘子刚才说去她家的路 你记清楚了 我记不但清楚 烂七八糟的 但是我能找到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讲清楚啊 他不是我娘子 他比我娘都厉害 我烦死了 不管是不是了 外面那么多官兵把守着 我们出不去 找叶红颖的事啊 这回就全靠你了 靠我啊 你们出不去我也出不去啊 你不一样 你不是会飞吗 飞我是能飞一点 能飞一点 但是我飞得有个条件 必须得实在是没辙了 我才能有这种飞翔的感 这个我们都知道 任月说他已经 把办法都想好了 花姨 他还是个孩子 说话永远不靠谱 他干啥呢 你自己看喽 小少爷 干什么呢 少爷 小孩子玩火很危险的 你要干什么啊 看这是什么 火钳子 干什么用 烫你屁股 小少爷 你乖乖的 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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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这棒感不错啊 好高啊 能不能搅拌片红油 就看你的了 好 等着我 好 能不能记得了冬青 老大一回 就是最后的需要 这回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 救命啊,我下不去啦 救命啊,我下不去啦 哎呀,躲开 救命啊,我下不去啦 哎呀,天上掉下这么大块肉啊 哎呀,够肥的呀 哎呀,这人嘴能长伤不呀 哎呀,你倒着你嘴还不老实呢 哎呀,干什么你啊 哎呀,本来前面走的,现在后面疼了 这回你嘴上伤不疼 上伙子干嘛来了,待见面理了吗 我不找你,我找那鸟人 哎呀 鸟人,我来找你 找我,你我好像没什么交情 是,是没什么交情 我要不是看你快戴绿帽子了 我才拦得理你呢 哎呀,你赶紧把我师父 我看你这分明是模仿的隐灯 这不是成语吧 当然是,你找死 我说的是真的 她的娘子快被别人霸占了 娘子,她马上要戴绿帽子了 哎呦,我师父又有娘子 哎呀,师父,你有娘子啊 她娘子不就是我师母嘛 哎呀,真是,师父,我跟你说这个事吧 你就,闭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说清楚 醒派的那狗贼 逼着东晴姑娘跟他进洞房 什么 我师娘,你不熟,就是话姨 他告诉我说,你跟东晴从小就定了亲 现在那个狗贼要霸占他 你说你是不是要快戴绿帽子了 东晴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罪院楼,被官兵包围着 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 哎呀,我的天 哎,就,就这么走了 师父,晚上带师娘回来吃晚饭啊 烤,烤面 爷 花姨,花姨马上飞怎么还不回来呀 哎呀,快了快了啊,别着急啊 这马上飞啊,她可千万别飞过头啊 你说马上飞能找到英雄哥哥吗 这,放心吧,她应该 她一定可以的 啊,花姨,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但是如果马上飞真找不到英雄哥哥的话 那我姐姐真得嫁给那个大坏蛋了 我现在担心的不只是东晴 这眼看着一个时辰就要过去了 我现在更担心的是 花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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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姨 怎么回事啊,花姨 清派的那个狗贼开始抓人了 赶紧,带人院,藏起来 是,是,花姨 小少爷,快走 小少爷,快走 快 放开我 走,走,快走 放开我 派汝珍 带起来 花姨,救命啊,花姨 兰兰,派汝珍,放开她 给我识笑点 你 我告诉你,花姨 时辰可是到了 我说过的话会兑现的 来人 在 把这个女子拖出去杀了 是 兰兰,救救我啊,花姨 兰兰,花姨 兰兰,花姨 姓潘的,兰兰 兰兰,兰兰 跟你有何冤仇 你为什么要杀她 兰兰,兰兰 与我无冤无仇 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 难道花姨没有告诉你吗 我在我的房间里等你 只要你不来 每隔一个时辰 我就会杀掉一个人 知道你心甘情愿地从了我 潘兰兰,你 花姨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告诉你 是因为我想找到周旋的机会 让你可以回答她的要求 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们都看到了本府的忍耐 是有限度的 所以 不想让人在你们的面前 继续挡架 该怎么着 你们自己应该心理清楚 啊 等等 还有什么见交 我答应你 马上到你房里去找我 东晴 此话当真 我杨东晴说话 绝不失业 不过 我有个条件 你必须答应你 你说吧 我要你马上 把包围在罪月楼的兵 全部撤走 这 若是不答应你 你将得到的 也只是我的一具尸体 好 本府答应你 但这是我最后的任务 我把丑话说在前边 你要再耍什么花招 到时候让你知道 什么时候会 东晴啊 我不能让你再受这委屈 华一 帮我看看包围的官兵 是不是真的撤走 我不想再让罪月楼 任何一个人为我而流血 走 走 走 跟上 万一 他们趁机把顾县城的孙子 也一起带走的话 那我们之前精心的部署 岂不都白费了吗 锦衣卫纵横天下 我乃锦衣卫的指挥使 区区几个反贼 还能逃得了我的手掌心吗 不要忘了 九千岁最想得到的是 顾县城的官印图文 你把顾县城的孙子 给我看紧了 一有机会 你就把他拿到徐府衙门 不得有 分别 官兵都撤了吗 也是我该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姐姐 话语不都说了吗 宝贝醉月楼的官兵都走了 你不用嫁给大坏蛋了 你要保护我 一起去辽东找袁将军 仁月 姐姐以后再也保护不了你了 你是男子汉 要勇敢 要学会照顾自己 知道吗 可是 我舍不得姐姐 姐姐也舍不得仁月 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记住姐姐说得坏 你以后不许再哭 要学会懂事 你身上的责任重担 绝不能因为一点小事 让你爷爷 和那些为了保护你 而失去宝贵性命的义士们 白白牺牲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我明白 记住我说的话 仁月 姐姐想让你笑着 姐姐 你看我笑了 冬晴 我实在是舍不得 难道你就这么甘心 这么认命了吗 命该如此 我不认命 还能怎么样呢 刚才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就算我以此相比 坏了的也是姓潘那狗贼的缓兵之计 他真正的目的是人愿 一旦他的目的达成了 他一定会血血飞月楼 而我也只不过是 这次血案的一个天堂 可如果我这个天堂 能给大家带来逃生的机会 我就迟了 华姨 不要让我的付出白费 尽快想办法 带人愿离开五溪城 离得越远 就越多一份安全 我会尽量拖住时间 但省能拖多久 我不敢保证 你说 你不知道你能拖多久 我明白了 你为了保住清白 不惜和那狗贼玉食俱焚 对不对 华姨 你就别再逼问我了 东晴 我太了解你了 既然已了解我 你就知道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东晴 照我的话去分 照顾好你 东晴姐 东晴姐 她吵着非要来不可 东晴姐 你的事情她们都跟我说了 咱们姐妹一场 你听我的 别那么傻 你要向我学 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 一定要嫁给一个你爱的人呀 谢谢你爱弟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 有自己的选择 我祝心祝福你 谢谢你爱弟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 东晴姐你别走呀 东晴 你那位朋友已经告诉我了 你该不会已经答应潘如真了吧 你明知道我会这么做 你又何必再明知故问呢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一知一来 我认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人 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 你既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你就更不能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 为了你 为了从小和我青梅竹马 只赴为婚的你 还是为了和我有着不共戴天 血海深仇杀富仇人的你 你就算不为了谁 也该为你自己吧 我为的就是我自己 我不敢沦落封尘 我想盼龙覆封 我想做一支 飞上枝头的凤凰 我想风风光光 做一个巡抚大人的夫人 我有什么错 我没错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你说的是气话反话 不 我说的全部都是真心话 我弟一生为官清理 可是他最后惨遭杀害 冤死 而我一个人不灵无异 如今我想找个归宿 找个依靠 我有什么错 不 你并不孤独 我答应过杨伯伯要照顾你 我会照顾你的 不 我 站在我面前的 是叶千胡叶大人 不再是我的洪雨哥哥 我知道你对我不谅解 但是 因为你爹想没想 他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若是他权下有之 知道你如此不珍惜自己 他能含笑九泉吗 那你呢 你又珍惜过自己吗 你是我爹的寿业门生 曾是他的未婚女婿 他对你视如己出 如果让他知道 你现在是为祸人间 残杀忠良的魔头 他能含笑九泉吗 为什么把我说得如此不堪 你一向都是最了解我的人 现在不是 一切都已经变了 真的变了 我们之间变得很好是吗 我没有变 不管一切怎么变 我对你始终没变 跟从前一样 没变 没变 我们之间 就像这只已经断了的玉虫 虽然将它重新相合 但是 它还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当然不能 这道裂痕 永远没有办法消失 我们之间 也永远没有什么话好说 我要先早了 不能让潘大人救的 我最后再说一次 留下来的 我也最后再说一次 放手 万一 走 我想咱走 但吧 你不想把你回家 放手 有回家 哎 东京姑娘 谢谢你 马上飞 英雄哥哥 你为什么不留住姐姐呀 我求你 快去把姐姐找回来吧 我求求你了 好了 别求她了 像她这种冷血不清的人 求了也是白求 鸟人 你没来路东京姑娘 那你飞那么快干什么呀 她想要 不用我求 不想要 谁求也没有用 哎 还挺拽 你不去救她 我去 哇 又到了我放风的时间了 哎 哎 相公 你干嘛去啊 等等我 哎 你们一个傻一个蠢 怎么救人呐 去送死啊 哟 你终于来了 嘿嘿嘿 杨姑娘 不对 是娘子 你让我左判右等 右等左判 终于还是把你判来 嘿嘿嘿嘿 你要干什么 拱命 对啊 对啊 准备 10分之后 无论